念着盛驾的勤奋 我若真能豁出去 我恨不得将你三刀六个洞 倒掉在凉下 慢慢放干了血 叫你痛苦而死 然后套了麻袋 丢进乱藏岗 喂狗了事 你想杀了我 你 你想杀了我 提起你 你我 我没有要撇干净它 好 我们是康家的人 你们身家便与我家大娘子不合 也不能挠我们出气啊 叫你说话才许开口 我家老太太病了 是你家大娘子下的毒 今日请你们来 便说说这事 真人菩萨 一定是闹错了吧 这么天大的事 我们家大娘子怎么 你们家到底有没有人交啊 怎么听不懂人话呢 都说了许你们说话才许开口 圣家就要与你们大娘子对质 所以劳烦各位 这事就要与你 但凡跟此事有关的 一针一线也好 都请说出来 回头重重忧伤 这是让你们说话呢 又多哑巴了 我是从王家跟着大娘子陪嫁过来的 王家对我来说 那是任重如山 我本身难抱 你们想要 你们想用银子 让我诬陷大娘子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瞧瞧 中仆 中的值不值得还不知道呢 便是杀人满门的山带王 家里也有两个猪符 带上来 这是与你家大娘子勾结的内贼 我手里人证物证俱在 请你们来 不过是想请你们说句公道话 庆也是一句都能言 我老实说一句 你们家大娘子 别想再回去了 你想对大娘子做什么 你还有空想她 还是先想想你们自己吧 想想你们自己 还能不能全须全伪的 葫芦个儿地回去 夫人 您要的人 由妈妈已经带过来 进来吧 别闭 别闭 你们这些小人 怎么够不起来 睡一样闭嘴 生家你们这些 杀千刀的 闭嘴 叫你们说话再说话 认识他们吧 齐大党家党 齐二党家党 他们是你家大娘子的心腹 纵然你们刚烈不说 可他们只是外头半差的 却也未必能一口咬尽 不说吧 吐二爷 就麻烦你了 将这两个人分开 一屋装一个 我想瞧瞧 到底是谁不想全须全伪的 回去 是 一日够吗 他们这样 就算半日 也是砸了我的招牌 那个 是个忠心刚烈的 我想着 既然他忠心嘴硬 想必知道的也挺多的 这个就麻烦托二爷 您亲自照料 是 那边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好你个小贱人 我算想瞧你了 没想到你们圣家门 还能出现你这好人物 你算着时间 若没有人察觉 我祖母就病痛而死 若有人察觉 嫡母首当其冲 若你受了牵连 总还有一痛可扯 怎么着也得三五日 才找得上康家 你这个心狠手辣的东西 你早晚会有报应的 我 你以为你抓了几个贱奴 就了不得了 屈打成招没有人会信的 你想让我招 你就做梦吧你 有本事你就对我用刑 我看你对康王两家 怎么交代 谁要你招认了 你招不招认 又有什么要紧呢 那你什么意思 你做没做 你我心里都清楚 我只恨自己 顾忌太多 念着圣家的情分 我若真能豁出去 我恨不得将你三刀六个洞 倒掉在凉下 慢慢放干了血 叫你痛苦而死 然后套了麻袋 丢进乱葬岗 备狗了事 你想杀了我 你 你想杀了我 撇起你 你我 你 我没有要撇干净她 我这个傻妹妹 以为把我供出去 她就没事了 我没想到 她养了个狼崽子 动手吧 干什么 干什么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你们想干吗 来人的是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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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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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无奈你这个小贱人 把他嘴堵上 你别跟我出去 我好笑 你啊 我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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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没 萌萌了 王府的手段果然了得 要防人自强自伤 这本是最好的法子 这原本是 宫里传出来的把戏 专门用来对付那些 不懂事的贵人 每一两个时辰 给他灌些汤水 吃吃就不用了 拉撒就由他吧 夫人放心 我们一定小心行事 我家高堂尚且挣扎并榻 我还没哭呢 你们倒先哭在我前头了啊 不知我这女儿有什么不妥 做大姨子的 不明其妙 被扣在妹子夫家 只是着实旷古未闻 好 夫人 这位便是齐妈妈 是王娘子身边 第一得力之人 是又怎么样 看样子 你老人家不大能干 就连你那两个儿子 也及得姨母重用啊 长辈说话有你什么事 随意插嘴 给小娘养的不懂规矩 我也是小娘养的 是吗 若不是如今嫡母恩惠 将我从死里救回来 我还没这个福分 跟你们王家结亲呢 你家连一个使魂的 都敢在这儿插嘴 我女儿在自个儿家里 反倒不能说话了 这又是哪儿来的规矩啊 看来我老婆子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 是在你们圣家了 行啊 把人从家里骗出来禁锢 说出去 简直不敢相信 是你们书下门第的作为 齐妈妈真是好口才 两三句话 就变成我们家的不是了 我是用了些非常手段 你们王家 康家 今日恨我 日后却要感激我呢 感激你 我们感激你什么 王舅舅您还不知道吧 那我跟你们说 大约两个多月前 康府的齐二馆事 经前客游大引路 识得了一位 偏僻道观的老道 那老道 平日里最擅长的 就是制作这各种下作的药丸丹剂 平素里 都是送到一些 见不得人的地方 这是齐二馆事 和前客游大的 供词画鸭 这 这都是我那不正习的儿子 他们男人家画画肠子多 你闭嘴吧你 你们抗战的规矩都上天了 住人家说话 哪有你插换的地方 秦二馆事 让那老道治一种毒药 又不能用银针试出来 又要死得极快 这 那老道便说了一个古方 可用百斤出芽的银杏 可用百斤出芽的银杏 炼出几种的芽汁 只要吃下去 一刻钟就要了命了 豫尼贼 母亲 这都是真的 闭嘴 我这个天爷 你知道什么 我这个天爷 学学了 还没完呢 齐二管事得了方子 齐大管事 付了二百两定金 那老道便开始购了原料 因用量太大 零散的农户供应不足 那老道便寻了 四家偏远的铺子 将其废致的陈年存货 一购而空了 这都是从那几家铺子 出货单上抄来的 还有经手掌柜的正言 短短七八日 那老道一共买了 一百十二斤生涯银杏 那老道日夜赶工 终练得了三瓶毒药 那齐大管事又给了他 八百两个名字 可是那老道 只给了他两瓶毒药 自己留了一瓶 楚军 就是这瓶 银杏 我家大娘子为表孝心 最近总是给祖母送一些 他爱吃的果子 可是那天他没去 反而康府的小厮 叫金六的送过去的 约着一个时辰之后 这齐大管事便将其护送 亲自送到了盛府 交在了大娘子的手桌 那就是齐大管事的 证词画鸭 我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毒药 我以为就是虚两日的 我真的 真的不知道 你把我儿子弄哪儿去了 你真够心狠手辣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心狠手辣 是 不是 我是心狠手辣 徒二爷 老公 慢点 儿子 娘 娘 娘 怎么了 娘 你救救我 怎么被盗住你 娘 娘 娘 我快去了 我快去了 大哥现在不知道 死死是我 娘 娘 救救我 救我 救我 阿姨 阿姨 救我 阿姨 救我 救我 阿姨 你 你 你究竟想干什么 供辞您都看过了 人也都在这儿 若还有疑问 您就亲自问这些人吧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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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救救我呀 哥哥 哥哥 都是三妹妹逼我这么做的 都是她 哥哥 我 我即使逼你了 若不是你当时跟我说 你婆婆压得你喘不过来气 如果结果了最好 我能替你吃到这些东西 就是 我跟着大娘子 我都听到耳朵里 她就是练习嫡妻妹妹 所以才顶而走前 你们这么诬陷我 你们 你们 你让我说死了她好 女婿 让我解死 你让我让我解死 我让大娘子一时 失了心风 快让我 让我带她回去歇息一会儿 你再回来好不好 好好好 大娘子先回去 齐妈妈 你不能走 齐妈妈 大家各自没走 你家大娘子 伤害我家大娘子 就想这样走了吗 回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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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姓 你大姨姐 如今是糊涂了 我认她的过 要打要罚全都认 可她这么蓄丝密活的 嘲嘲嚷嚷嚷的 也商量不了什么事 莫不如 组长他先下去 旁的是咱们清闲的人来说 既然岳母都认了 那就 不成 那位姑娘若有话 也一起留下来商量吧 别三番两次地顶撞长辈 不得无礼 并不是女儿无礼 只是女儿担心 不让姨母就这么走了 那 那她要是跑了怎么办 什么叫跑了 你当我们王家 是市井小贼啊 都是高门大户的 都固着脸面 那可难说 下毒这事都能做出来 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万一她要是真跑了 难不成 还让咱们盛家 满大街去替海虎公文去 那还真是丢脸 丢到大街上去 先去 你这女儿 倒是有规矩得很啊 对长辈咄咄逼人 我这把年纪了 她还有千百句话等着我 好 好 既然 依姐身体不适 我家府上 还有多间厢房 那就让依姐在府里 歇会儿吧 我母亲尚且昏迷不醒呢 若是让祸首轻巧离去 我岂不枉为人子了 你先下去吧 唐的事我来说 我不去 我哪儿也不去 你们是想看着我去死 他们上天是想拿我的命 就给她们家老太太提病 母亲 好狠心 抬着自己的骨肉之气去万好 放高枝 想多先下去吧 我们自会去协调的 咱们剩下妇女俩 一个说软话 一个说狠话 咱们不会保护我的 母亲 你不能放开自己的女儿 母亲 你不能放开我 放开我 母亲 母亲 你不好意思 我们会想办法救您的 but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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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羡 师傅这师傅这 你这不折草我吗 那年你来我家 我一见你就万分喜欢 好些人都劝我说 你家是单薄 不堪托付 可我觉得你 人品贵重 干恋有为 比我的儿子都墙上好些 后来你开口提起 我说不出的高兴 一口就答应下来 人都说 我这姑娘啊低旧了 可我觉得 依女婿你的才具人品 才低旧了 我这糊涂的丫头 当初都是岳母排旧啊 才有了小婿 今儿这番佳业 您对我的恩情我永不能罢 好孩子 我如今心里为恨无奇 我没有脸见你 更没有脸站在你跟前 我恨不得给你跪下 冤母 冤母 您严重了 快快坐下吧 我 我还有脸做吗 你母亲和我一起的日子 虽然不多 可她那品格 我再尽可以不过你 我已经得受了大罪 我恨不得一身相替 你母亲是多么慈善的人 想来她也不愿意为这事 让咱们三家从此反目 亲戚不像亲戚了 姑娘也成了仇人 咱们三家 都是官场上有名号的人 携手向前 定是前途无限 若是分崩离析了 多少恨我们的人 都会强盗众人推啊 险虚啊 王老太太 今天听您说这些往事 我才知道 原来您对我们圣家有恩呀 是您一手将我父亲抚养长大 言请名师指点 交以科举重绑 聘妻生子 繁衍祖庙啊 你胡说什么 明明是嫡母将我抚养长大 是呀 既然是祖母将您抚养长大 您也应该感谢我祖母才是呀 岳母带我恩证我怎能不知啊 可人伦刚成 万万没有放过害我嫡母之人的道理 还望岳母见谅 千叙好孩子 那两个糊涂的 实事犯了滔天大错 千不看万不看 看在我和你一过世的老太山的脸面上 你好歹宽幼遗儿 往后的日子 我们全家 世俗摘见 清灯礼佛 叩拜真人 给你母亲送经祈福 我们盛世满门 都感激祖母的深恩厚德 我们全家都痴债念佛 可是你也瞧见了 方才姨母出去之前满嘴的恨毒之心 天晓得她要去盗观寺庙里头求什么 不咒我们盛家就不错了 就是 未曾赎罪之人 她有何颜面侍奉三清 大嫂波之人 那你们说 到底该如何处置 说呀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什么这 六姑娘 你现在可是大着肚子的人 即便是积德 也得对人宽容一点吧 再说了 即便是我那个妹妹 她死上伤百回 恐怕你们老太太也很难痊愈 为什么不能网开一面 非得让大家这脸面上 谁都过不去呢 我父亲 父亲 您觉得呢 我母亲被害一案 若是传出去 与盛家 王家 康家 那都是天大的城市 不过这其中 却各有不同 你怎么算先闹事了 我们盛家是受害者 最多 不过是我这个狄心大娘子 她引狼入室 最后唠个吃茶糊涂的罪名 让人耻笑两年 康家 康家是我那个大姨姐的夫家 最是麻烦 可我们人人都知道 这康大人和我那个姨姐 并不是那么的情深似海 若是为了蛇尾求生 地址修书 把我那个姨姐给赶出家门 那康家自然就摘干净了 是吧 我那个外甥 是吧 我那个外甥 我父亲绝对不会 我母亲是原配征绩 我父亲他不会 那他怎么没来 他 谋害亲掌是天大的罪过 罪大过错的是王家 岳母 你好好想想吧 胡叔 现在涉案的两个妇人 一个是你们盛家的 一个是他们康家的 跟我们王家有何相干啊 盛大人 您为了把你们自己扯干净 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 可他们两个都姓王 都是您的骨肉 您这两个女儿谦案其中 一个糊涂直行 一个是主谋策划 这要传出去 以后王家父子的官生 会怎么样 说不得 连配想太妙的牌位 都会被摘下来 舅母 您那个一亲的女儿 还有您外嫁的那个女儿 这两个女儿 未来会过得怎么样 您都想过吗 说得是啊 此事非我盛家的过错 凭什么让我们 打落牙齿贺选分哪 依我看 就处置了那个毒妇 你正家规国法 以后咱们三家 一起将这事捂下 之后风调雨顺 天下太平 是 母亲不如住口 盛大人 你想得倒是挺齐全 我若不听呢 我已是疲乏得很了 若是岳母不能体谅 那要不就报官吧 报官吧 我女儿到底只是你家的遗迹 撑死了只是受刑流放 我们再多加打点 总能盼得个轻盼 别忘了 你家大娘子也有份谋害婆母 她该是什么罪 等她定了罪 她的儿子女儿 对了 也是你的儿子女儿 这些人会是怎么样 你清楚的 是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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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都 她是 变成了 她的儿子女儿 这个儿子女儿 她的儿子女儿 也会险队 她的儿子女儿 成都 在天哪里 你醒后连她也不必告诉 免得她伤心病得更厉害 回去 我一定重罚我这罪过的女儿 那叫你媳妇 好好孝顺婆母 往后咱们还是和美的一家 官场上还得互相帮衬 姑娘 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这么大的事 可别再费神了 下去歇着吧 你想赶我走 我告诉你 那不能够 我知道你孝顺 想为祖母要个说法 大娘子没养过你 没什么恩情 可大姐姐二哥哥 对你难道不好 我若不是为了他们 我早就一刀砍死那毒妇了 还轮得到你来说嘴 是啊 孩子 我就知道你心疼啊 姐姐哥哥呀 他们可是你的骨肉血亲啊 不光是他们 长白的孩子 全哥你也抱过的 如蓝 华蓝的孩子 你也抱过的 你忍心让他们 被这场过世牵连 断送一辈子了 你怎么来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长白哥哥 长白又回来了 长白又回来了 有长白哥回来 去三妹妹撑着 想必不会有什么事了 又丫头累了 姑后 快将她扶下去歇着吧 等等 这事还没完呢 如今家里主事的哥回来了 你是嫁出去的女儿 还管着孩子 娘家的事就别再操心了 这嫁出去的女儿 跟娘家没关系了 那老太太在这儿做什么 这丫头以前装得温顺恭敬 嫁入侯府后 居然三番五次的顶撞长辈 想来是仗着顾侯的事了 这就奇怪了 我家娘子最温柔贤淑 跟个小高养似的 老太太您到底做了什么 让她这么一个好脾气的人 都顶撞您了 她温顺贤淑 她怀着孕 开口闭口的要打要杀的 她温柔贤淑 我家娘子胆小 杀鸡都不敢听 打雷都怕 见血就晕 见伤就躲 这么一个人 都被你们逼得要打打杀杀了 看来这年头 谁横谁说话 够了 顾侯这番做派 想是决意讲事情撑到底了 我是一个外人 哪有什么撑不撑的事 一切都听盛家决断 是啊 长百回来了 她自有 儿戏谋害婆母 主事大不赦 按律力 轻则斩首 重则凌迟 你说什么 那是你亲娘 这下毒谋害祖免的 并不是我母亲 而是姨母 我熟知律力 告诉你 是要彼此心里有数些 那是她 是你的血亲 这世上轻火不轻 难说得很啊 这么多年 老太太为了这个 没有半点血缘的 恰穷尽心血 一片慈爱 纯然肺腑 而姨母呢 那可是我骨肉相连的志气呢 是明知一招事发 是急性之罪 这依旧匡骗我母亲 对祖母下药 真相报道 那我母亲当铁丝鬼 乖祖母 不过 去到三尺有经验 难道非要让天地神灵 都知这世上之人 尽是妄恩无义之辈吗 你 你大义母亲 你亲母亲犯了 忤逆大罪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做儿子的 又能独善欺身吗 自然不难 婉儿 你这是做什么 在来这儿的路上 我已经藏你好了一份私生 在严实的事情以外 便递上去 你说什么 你哭说什么 没事 不可呀 不可呀 你走 这是咱们家最有储蓄的一个孩子 你 余生在正当 你 不能辞官 不能辞官孩子好孩子 不能辞官 你四岁就齐蒙了 刀也用功 晚也用功 不曾 不曾耽误一日 天热长辉子 天冷长冻床 你都非要去学堂 是你亲眼累了你 我怎么这么蠢 蠢到赏自己亲姐姐的当了 你让我亲 你不小心 儿子还有一肚子学问 既然不做官 还可以开一个书院 住口 都是娘不错娘不好 我居然罪我胡法 流放打板的囚禁 人 胡说 你怎么能上工厂啊 不行的 母亲 从今以后 你只一个女儿了 母亲 你为了抱全姐姐 连我的姓名 哥哥的官生 王家的地面 乃至孩子们 日后的前程日子都不够了 既然是如此 我也用不着有根 母亲了 我这是纵横谋划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怎么能看着你真战够疼啊 难道 你们非让我死不可吗 那我就 替你家老太太替命吧 若能替死 世上还要罪犯伏法吗 你 你这个无名不孝的 我要死都不让我死 还要千刀万剐吗 好 好 我今天 就磕死在这厅堂上 王家 让你们如愿以偿 妈 父亲 母亲 母亲 不可呀 父亲 母亲 父亲 我家不闹成什么样子了 我如今才知道啊 我那个大一姐有恃无恐 原来都是因为 有岳母在晴天护着 我家 闯了小货 岳母给收拾 闯下大货 岳母还给收拾 这些年来 我这个一姐身上的人命 怕是不止三两条吧 舅兄 你给隐藏了多少啊 你 岳母 若不是你从小纵容她到大 何至于有这么多条性命 送在她的手里 行了 这工腾上 咱们两家好好分说分说吧 大区 咱们全家上百口人啊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 就断送了咱们全家呀 母亲 你醒醒吧 母亲 母亲 救救我母亲 大娘子 老太太吃了一碗米汤 经常好多了 说想见见你 大娘 我都知道了 崔妈妈瞒不过 就都告诉我了 好孩子 我都知道了 哭了你了 姑爷是 抛死了两匹马回来 好 好 这我就放心了 以后 就算我真闭了眼 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 祖母 你别说这样的话 您 您好好歇歇 等你精神点了 再说 我爸到那时候说 就完了 姑爷是个 暴脾气的人 也记仇 你大着肚子 让这些人欺负了 她是一定会要 要康王使命 她下毒害你了 再要她的命 傻孩子 要她的命就很难 可你下光谣 日后 我们和王家 还是要做亲家的 就算抛开 抛开这一层关系 不做亲家了 别忘了 王家还有一个 配下太妙的夫妻 他人虽不在了 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在 干狗入穷乡 必遭反尸 那又怎么样 让我就这样放过他 我不敢 好孩子 好孩子 昔日向羽无敌 韩信十面埋伏为他 却一定要网看一面 有个空子 不肯将局为死 你倒是为何 怕向羽背水一战 搏命一击 对 是要叫败君子 看到生的指望 才不会被水一战 构机跳墙 如今 故意在外头查严顺 你在里面 拉着肚子 拉着肚子 宫里 太后 后视眈眈的盯着皇帝 皇帝 却仰仗着咱们百个儿 和你家姑爷 查清颜睡 才能赢得这一局 如今 他们共事为妻 擅自回京 追究起来 已经是一道罪名了 我 我心里恨他 他欺负你孤身一人 要吓多害死你 我 我 我恨不得要杀他一千刀 一万刀 不然我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祖母明白 祖母明白 你祖母已经醒了 为什么非要救助你姨母不放呢 要么打扮 这回你可吓着我 你向来问他 这次怎么这么活得出去啊 一定很吓人的 你哥哥收到你嫂嫂寄来的信 我拿来看了 威风娘家 怒斥生负 强行抓人 你真是奋不顾身的呀 朕打是我以前见到的那个 明哲保身 从来不犯错的命案呢 我这次恐怕给你牵了许多麻烦 你有没有被我吓着 我心里头 就只有一个念头 我要护着你 对不起 谢谢 对不起 你 我